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这段时间一直在贵州转着地方找钓鱼 但是找了好多地方都不是很好 然后今天我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 车就可以直接开到这个河边 我就在这里钓鱼了 然后窝已经打好了 因为现在是中午嘛 不好钓鱼 然后那里打了两个跑杆 看这里的环境是不是挺漂亮的 这个湖还挺大的 热了之后还可以下起游泳 我那个救生衣再放在那里了 我来了之后啊 有点热的受不了 直接先下去游个泳 打好窝估计是晚上钓吧 白天的话有点太热了 受不了 就说我买的这点东西吧 这特意买的这包 然后飘什么的 前面全都省开了吧 全是鱼儿啊什么的 这里白天还是挺热的 晚上之后嘛 就是太阳下山之后 就非常非常的凉快了 就是有没有蚊子我不知道啊 等我尝试第一碗就知道了 那里还有大帐篷的 我问了他们 他们来了好几天了 钓了一个十几斤的大鱼吧 别的都是两三斤的 太小了 然后我就选在这里了 这里正好是一个平台 这里水还挺深的 大概是有那个三米多吧 这是之前有人钓的白条 都死了 等我再拿个小杆 在这里钓钓小白条 然后在这里支个桌子 把我那个煤气灶拿过来 钓上鱼来就 直接一吃 我得钓钓小鱼 要不然啊 那个晚上没有饭吃了 我今天就靠这个 小白条活着了 下去就吃 小白条有点太小了 这大白条可以吧 这叫钓上十来条这么大的 晚饭就够了 看钓的这个 鱼没有钓到 但是有饭吃 刚才发了个视频 钓到了呀 就是连用他儿子 太小了 连一斤都没有吧 但是那个头倒是挺大的 别着急 等下午这钓个两斤的 能 我感觉有点中暑 买鱼鱼的钱 拿来买鱼 买鸡 买肉 买啥不好 有人买只鸡 我有老板电话 他说土鸡 这样了吧 自己做 我是不会做 土鸡呢 我冰箱里都还有鸡 我感觉我中暑了 头疼 光那个大老门太阳 得下死去晒了 没气了 不这气还挺多的 这罐气没了吧 哦 你用的这个呀 我以为用的是那个 大气管 那就差不多熟了 我看着好辣呀 辣椒都没饭 哪里有辣吗 这青椒 红椒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自己不好好说话 又辣了 我看着辣呀 做了一点豆瓣酱而已 吃饭 这顿吃了下顿 开始喝西饭 为啥 没吃的了 我买菜去 不是贵州两块吗 你看我这汗 两块 这叫两块 避暑胜地 我发现天气不正常是吧 不 大家这不拿下来 不用啊 没事 这有多大物 不会跑了吧 不会 那那刀了 那刀了 那呢 你自己钓鱼还要人拿网 你要学人家自己下去把鱼抱的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那儿呢 这么大一个碗 快点 我都攻了个边儿 我怕跑了 你会捞吗 有 小小鱼 有 人家一个月没钓到一条 我这网没拿过来 怎么网 那你用兜兜兜回去啊 这鱼好吃吗 当门没有大锅 有大锅的话就可以 谁告诉你没有大锅啊 这鱼估计两斤吧 两斤 一共这侧 我那有寸 我给你撑一下 两斤可不行 那是什么玩意儿 挖住了 下边不行 这几个根 人家别动 狗狗狗 这个是大脑袋 对啊 别说我钓不到鱼了 知道不 对着我 快快快跑了 跑不了 你说有几斤 两斤 两斤能给你吗 不是两斤吗 放进鱼库里面去 哎呦 哎呦 学了多久吗 才这么一条 这个是一条 刚才钓这个连庸铺大 四五斤 我准备是挑战 二十甲以上的 连庸 看看能不能钓到 敬请期待吧 回来 去 去 迅速 回来 回来 谢谢观看